Cease fire now 美國賓州上演反戰示威 上百名抗議者在76號 洲際公路席地而坐 表達停火訴求 正條高速公路動也不動 至少三小時 幾年前挺拔民眾 針對星巴克 柳石和花旗抗議後 最新連谷歌在舊金山的總部 都被包圍 不滿谷歌和以色列之間 有高達十多億美元的軟體合作 美國白宮外這幾天也不平靜 民眾在地上用蠟燭排出停火兩個字 加薩兩個月來已成為人間煉獄 以軍卻遭揭露 空襲中有將近一半的炮彈 都是亞彈 大約40%到45%的亞彈率 對照人口建築都超密集的加薩 等於更容易傷及無辜 美國官員跟CNN說 以色列國防部長說 以色列國防部長說 提出答案 對著來訪的美國國安顧問蘇利文說 戰爭可能要打好幾個月 先前有報導稱蘇利文此行就是要勸以色列降低作戰強度 不過當中牽涉複雜戰術 何時轉換很難說 拜登一方面擔心死傷太高 卻也表示應該消滅哈馬斯 因為該組織疑似也密謀攻擊歐洲 德國最新就宣佈 偵破策劃中的恐怖行動 還有另一名哈馬斯成員是在荷蘭洛網 他原本的任務是要秘密運送資金和武器到柏林攻擊猶太據點 德國檢察官表示被逮的三人與哈馬斯高層密切聯繫 聽從黎巴嫩的哈馬斯領導指揮 五度有偶丹麥和荷蘭也宣布逮捕四人 以色列情報單位直指丹麥被逮的人就是哈馬斯恐怖分子 自從以哈開戰以來 歐美收到的恐攻威脅明顯增加 擔心耶穌和跨年前最容易被鎖定 美國國內近期就有多起針對猶太人的仇恨攻擊 在群人物中,在西方中,一人被捕捕了為奴犯罪的荷蘭 它被捕捕了一隻索磅 在內的雙人中,一人被捕捕了一隻索磅 在這隻索磅中,一人被捕捕了一隻索磅 在底下的索磅中,一人被捕捕了一隻索磅 在同期間,美國反猶太事件大幅上升337% 戰爭到頭來沒有贏家 加薩人民受苦也開始批評哈馬斯 這是以色列國防軍公部加薩人痛罵哈馬斯的影片 他們怒斥哈馬斯用人民的鮮血換錢 全民受苦的同時,高官卻在海外吃香喝辣 這新聞做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被捕捕了 被捕捕了 被捕捕探 這是 你就